大家好,我是小新 现在呢,我来到了锦山公园 今天呀,是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 平常呢,我们总说冒元宵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冒字吗? 今天呢,就跟着小新的镜头一起去逛一逛 恭喜你就有答案了 胡子不多,两边翘 开口总是喵喵喵 黑夜巡逻,掩饰灯 凉仓图房 他放上,他一动物 对,是猫咪 小货廊不挑蛋 飞着针满处窜 飞着针是什么?打一个动物 拍到了挺多的 拿了一个福袋,然后他们还有明信片 节日活动,然后特地送了一个这个灯 小朋友喜欢 元宵节为什么叫元宵呢? 元是第一的意思 宵呢,是正月的第一个月圆之日 今天呢,我们来到桃园亭公园 一起来看一下摇元宵和手工做花灯的活动 这个现场摇元宵的活动呢 是从早上九点半就开始了 现在大概已经是接近十一点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场游客业是非常的多 要元宵节都非常重要 大家就逐温下,然后逐温下 然后让他外边沾满水以后 然后放在这个窑框里头,然后再继续地摇 大概向这种过程持续一个五六遍七八遍的 传统都是五人了,黑芝麻 现在有豆虾,玫瑰核桃,还有coco 可能六七种馅吧 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咱们北方这种传统的手摇的元宵 所以小孩也觉得很新奇 很有传统节日的气氛 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 对,所以我们这个元宵和汤圆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汤圆是包的,元宵是摇的 今天听说公园有这个摇元宵和那个花灯的那个活动 过来特意带他看看了,比较有节日气氛 华人亭公园这边有很多的小朋友正在现场做手工的花灯 他们做了各式各样的小兔子来庆祝一下兔年的元宵节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只兔子耳朵专门设计成了这个半折耳的样态 看上去很萌很可爱 做这个灯物呢也是可以去承温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它这个兔子灯呢看似很难,慢工出细活嘛 它做完之后长得非常的好看 过了腊八九十年,没初十五都是年 今天啊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我们热热闹闹过了一个月的年算是要接近尾声了 希望大家在元宵节团团圆圆,日子一天比一天甜 元宵节快乐 元宵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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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宵快乐